戴上你的耳机 泡上一杯咖啡 合上你的眼睛 欢迎你来到Cincia热可可的谈话频道 晚安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Cincia热可可的谈话频道 在频道开始之前 想呼吁大家我的频道在Google Podcast Apple Podcast First Story Mixbox等平台 均由我的频道播出 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音频的话 请在频道上方帮我按关注订阅 以及赞助我一杯热可可 今天Cincia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书 叫做林肯公路 大家听过林肯公路吗 如果你去美国开车旅游的话 应该会知道这条公路哦 这条公路其实是美国第一条 横贯东西的公路 这个公路呢 其实是有一些非常推崇林肯总统在世的一些事迹 大家捐权盖起来的 这条公路呢 它非常长 它长达5400公里 但它新建于1912年 它从纽约的时代广场呢 就一直横跨到旧金山的林肯公园哦 所以如果你想要很快速的从东岸到西岸的话 其实这条公路你可以考虑一下 那当然啦 也考验你的开车技术 还有耐力体力啦 这本书名呢 其实讲的是四个少年呢 他们各自就是在这条公路上面发生的一些事情 听起来会以为 是不是这四个少年就是在林肯公路从东岸开到西岸 然后中间遇到什么人 然后发生了什么激励人心的故事呢 其实不是哦 作者Elmore Torres呢 他其实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一本书叫做莫斯科绅士 莫斯科绅士在他刚推出来的时候非常大卖 在台湾就只要喜欢读书的人 手上都有这本书哦 那这本书后来就是还被翻拍成电视剧 你就知道他有多热门了 那莫斯科绅士的一面的主角华特呢 其实跟林肯公路里面的一个男主角毛毛呢 其实他们是有点算是祖孙关系 所以你说林肯公路是不是 莫斯科绅士的延伸版呢 你可以这样想啦 我要分析一下 我看完这本林肯公路的一些个人感想哦 基本上呢 我觉得Elmore Torres呢 他在叙述故事的方式呢 他蛮着重就是主角本身的心理想法 还有就是他们整个发生故事的过程 以及不同的视角去写的故事哦 在第一次阅读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点无聊跟沉闷 还有就是他一面讲了很多美国历史的东西 以及一面套用了一些希腊神话的故事 那如果你不是知识非常海量的人 你可能看没几下 你就会觉得 啊这个故事一刚开始非常不吸引我耶 可是其实你看完这本书的结局之后 你会意犹未尽 因为他结局真的让你意想不到 而且会让你有一种心中的火被点燃的感觉 这个故事的结局实在是太让人家意想不到了 所以我就给各位听众保留一下 如果你想要买林肯公路这本书的话 就是在节目一面我就不爆雷了 我要讲的是这本书呢 他不是一个落于俗套的公路电影小说 所谓公路电影小说就是 故事通常的主角一刚开始 就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要出发一个旅程嘛 然后他要追寻一个目标嘛 所以他可能沿着公路就会遇到很多人啊 然后遇到很多事啊 就像绿野仙宗一样 可能为了要前进到一个地方 然后中间发生很多故事那种感觉不是 Elmore Torres他写的这个林肯公路呢 其实一刚开始就乱了套 他们的确有要步上林肯公路这个旅程哦 可是因为里面的两个主角 中间做了一些脱序的行为 导致于这整个故事呢 就不像传统的公路电影一样 是真的很顺利的在走林肯公路 而是朝着故事的另外一个反方向去进行哦 里面有四个男主角 其中故事一刚开始的男主角就是叫艾克特 那艾克特呢他有个弟弟叫比利 另外两个男主角是叫毛毛跟公爵夫人 这两个人呢是艾克特他在少年监狱遇到的两个狱友 故事的叙述方式呢 他分为十个章节 那从第一个章节就是写着倒数第十天 最后一个章节是倒数第一天 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这跟整个故事的走向有关系 在最后一个章节呢 艾克特他们才正式的从林肯公路的起头出发哦 这本书他其实在讲的是 他出发之前发生的一些脱续状况哦 故事一刚开头 艾克特呢 他就是刚从少年监狱出狱 他被关进去的原因是因为 他有一次跟他弟弟在一个园游会遇到死对头 对方对他讲了一些非常过分的话 他当时就跟他打起来 没想到不小心把对方弄死了 他爸爸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农夫 为了想要好好照顾这两兄弟呢 就带着他自己的老婆 在内华大洲开启世外桃源的生活 可是没想到中什么就死什么哦 一直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成功的农夫 最后他爸爸在过世之前 就留了一笔钱给他 就放在信封里面 写了激励他的话 跟他说 做人要诚实啊 要老实啊 然后你要一步一脚印啊 什么什么的 就是把他生前放在心里的宗旨 就传给他下一代 可是艾克特其实看了觉得非常不以为然 他觉得就是因为他爸爸 坚持着清教徒的生活 所以他们才会变成这样 他在出发之前也顺便 就是把房子也卖了 因为当时他已经负债累累了 然后他又刚从监狱出来 他没有办法去帮他爸爸去解决那份债务 刚好附近的邻居呢 有在他福育期间呢 帮他照顾他的弟弟比利哦 所以他后来一回来的隔天 他就跟比利说 我们就是去其他地方生活吧 那一刚开始艾克特是想要去加州的 因为他有去图书馆研究过 就是很多人在加州都一飞冲天 可是他弟弟呢 在房间里面发现 他妈妈曾经寄给他们的明信片 那他妈妈其实在 他们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 从此就不见踪影 那他妈妈就是沿着林肯公路 一路开到旧金山的 所以后来比利就建议他哥哥说 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沿着 这妈妈寄给我们的明信片 去旧金山找妈妈去投靠他 没想到他们在出发隔天 竟然杀出沉耀金 也就是我刚刚讲的两位御友 这两位御友 一个叫毛毛 一个叫公爵夫人 他们躲在当时典运长 送艾克特回家的那台后车厢里面 非常大胆 因为这两个人其实都还没有服刑服满 他们这样就等于逃狱嘛 这两个人知道 就是艾克特跟比利的计划之后 就想要跟他们一起走 这两位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心怀鬼胎 像毛毛他是想要回去找他的姐姐 公爵夫人他的身份更复杂了 他因为有想要报仇的心态 他过去就是因为被诬陷入狱的 所以他想要回头去找那些 让他诬陷入狱的人的仇 其中一个仇人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爸爸 他隐藏了这些心思 然后跟艾克特讲说 我们可不可以搭着你的车 但是你能不能先把我们送到东岸去 我们有一些地方要找 可是殊不知呢 当艾克特把他们送去 他们要求要下车的那个地方呢 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孤儿院 是公爵夫人以前待过的孤儿院 公爵夫人就在里面大闹了一场之后呢 就偷偷的把艾克特他开的那台车 就开走了 他就跟毛毛跑走了 就把比利跟艾克特留在修道院里面 因此这个故事就从一刚开始的 公爵夫人的脱续就展开了 艾克特呢 他中间经历了很多过程 想要把他那台车找回来 他们就试着去免费搭乘货运火车 他们就是盯上了一台货运火车 上面就是载了很多玉米 那你知道这种火车不太会有人检查 大家顶多就是去检查骨仓 所以他又用了一些方式 让他自己跟他弟弟就坐在骨仓里面 火车就一路往东开 最后就是艾克特呢 他其实有找到公爵夫人的车 可是因为中间公爵夫人不断的脱续演出 就让他一直不断的配合他去 做一些他身不由己的事情 所以他去找他妈妈计划就一直不断的延后 中间穿插了很多不同的角色 比方说艾克特跟比利在粮仓火车上面 遇到一个贝德的牧师 那个牧师呢 在艾克特离开比利去找食物的时候呢 想要试着从比利身上抢走他唯一的一些硬币 这个牧师其实就代表我们在世上看到很多笃信宗教 但是在行为上面却完全跟他所信的叫不一样的人们 艾莫托尔斯其实他在里面写了一整个章节 就是在讲这个牧师的一些脱续行为 这个牧师呢他非常会被盛进一面的经典 所以他就是用靠这一招呢 招摇撞骗在各个城镇呢 发散传道 就利用这个方式去募款 募款就变成他旅游的基金 可是其实他怎么睡女人啊 喝酒啊什么事情都样样来 但是他还是声称他是牧师 所以他在后来因为这些行为被当地的居民发现 然后他就被赶走了 赶走他就是沿着铁路线就发现 比利一个人睡在凉场里面 所以他就试图去威胁比利 后来就是比利因为长不到他哥哥嘛 他哥哥那时候去找食物 抵抗不了这个牧师 就差点要被这个牧师丢下火车了 当时在凉场里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黑人叫做尤里西斯 尤里西斯他是一个从战场回来的一个黑人士兵 他经历战争太久了 所以当他回到家乡的时候 他的妻子跟小孩都已经连夜搬走了 就是早就不知去向 所以尤里西斯回来之后 他就带着一种很伤心的心情 就是到处游历这样子 就是没有目标 然后甚至他也没有家 就是跟很多流浪汉为伍这样子 那尤里西斯他恰好在那个时候 在火车上看到这一幕 然后他就救了比利 把牧师丢下火车 他没有死了 他后来还试图找到比利跟尤里西斯 想要把这两个人干掉 当然还是被尤里西斯发现 艾克特呢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粗心的哥哥 就是他两次都让他的弟弟差点死于悲命 其实艾克特跟公爵夫人 他们在故事里面刚好是一个善恶的代表 公爵夫人他是一心想要复仇 所以他踏上旅程 可是艾克特拾起过去的伤痛 然后想要重新开始一个善的代表 Elmore Torres他是想要借由善恶的 对比的方式来叙述这个故事 就是这两个少年有不同的际遇 不同的想法 然后导致于最后他们有不同的结果 这本书他也蛮呈现美国精神的 就是美国精神就是敏恶仰善嘛 然后美国主义最大 为什么美国人会很喜欢这本书 我想应该也是有一些原因的哦 中间还有个主角叫做阿巴卡斯 阿巴卡斯其实是比利在读的一本 就是二四位勇者这本历史书的作者 比利非常非常喜欢他手上那本书 他已经读了十几遍 所以他对于里面的希腊英雄的故事 朗朗上口 他为什么会遇到这个阿巴卡斯教授呢 其实艾克特跟比利后来在纽约 就遇到了毛毛跟公爵夫人 然后也拿到了车了 公爵夫人因为要去报仇 所以就绑架了比利 他为了安抚比利就带他到这个作者工作的大楼 结果没想到他们发现这个作者真的是存在的 因为公爵夫人一直认为阿巴卡斯这个人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个应该是出版社故意为了要出这本童书来哄骗儿童的 结果没想到这本书的作者真的存在 这个作者呢 他在遇到比利之后就受到他的启发 因为他觉得比利这一路上的历险故事非常的吸引人 他也透过比利去认识到了尤里希斯这个到处流浪的黑人 那阿巴卡斯后来非常勇敢的 以他70岁的高龄呢 他决定他放弃他在曼哈顿的生活 跟尤里希斯到处去流浪探险喔 因为他自己认为他是一个关在办公室的老学 就去写着全世界的探险英雄故事 他认为他的人生不可以这样下去喔 所以他就跟尤里希斯一起到处去探险 我要讲一下毛毛这个角色 毛毛呢 他其实也是因为被诬陷而入狱的 他当时也是因为自己的一个热心帮忙同学 然后就不小心害同学死掉 毛毛他本身有一些精神抑郁的毛病 所以他在跟公爵夫人旅游的时候呢 他身上随时就带着那种焦虑安眠的药 可是他不能吃太多 所以公爵夫人时常提醒他不要吃太多 因为吃太多他可能就会挂掉了 可是没想到毛毛呢 他后来找到他姐姐之后呢 他就似乎就是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 所以他跟这四位少年 包含他自己啊 就是说他爷爷呢在湖边一栋别墅里面 有15万美金的信托基金 然后锁在保险柜里面 然后他跟这些人讲说 你们可以去拿这些钱 我们用这些钱去旅行 然后大家评分 所以这三个少年包含比利呢 他们都认为他们自己手上会有5万块的美金 可以去进行这个旅行 最前面的时候 艾克特他的车子是被公爵夫人抢走 包含就是他爸爸留给他的美金 也放在车子上面 所以公爵夫人其实在旅途过程当中 他就一直想着 我如果拿了毛毛的钱的话 我一定要还给艾克特 因为他中间用了艾克特 那个信奉里面的很多钱 解决了他很多问题 然后还找到他爸爸之前的工作同事 然后一个一个去复仇 比如说就偷偷担进人家家里 把人家打晕啊 或是他跑到之前的御游的家门口 然后跟御游讲说 你可不可以就是打我 因为他在少年监狱的时候 曾经欠这名御游一个人情 他就是属于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的人 可是他不知道他做的一些行为 其实造成很多人麻烦 他做了这些行为 然后又开着艾克特的车 所以就害艾克特被警方误会的时候 他是做这些事情的凶手 所以艾克特不仅要一边找车 还要一边承担背黑锅 但是故事的最后 就是在倒数第一天 其实事情就完全翻转了 故事的最后 其实是发生在毛毛 他外公的湖边公寓 这两个少年 为了保险箱里面的钱 大打出手 当时毛毛其实已经在 他外公的公寓里面自杀了 至于为什么自杀呢 就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 让毛毛觉得很绝望 那这些事情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也不要爆了 如果你想要看这本书的话 总之毛毛 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 他其实逃遇出来 就是完成他心中 当时小时候想要完成一些梦想 那他完成之后 他就觉得 我死了武汉了 我想要在我最喜欢的地方死去 所以他就在死之前呢 就吞了很多安眠药 然后就是非常宁静的 躺在床上死掉了 那15万美金的信托金金呢 就被锁在保险箱里面 可是重点是毛毛不知道命 艾克特发现 毛毛死在床上这些事情 他就觉得很不爽 他觉得公爵的夫人 为什么一定要见钱眼开 然后他一直建议 就是公爵夫人要去报警 处理这件事情 可是公爵夫人不愿意 他想要跟艾克特两个人 就是私吞这个资金 然后不知不觉的跑掉 而且他也认为 是毛毛自己自愿 要把这个钱让给他的 艾克特就把 就是公爵夫人打倒在地上 比利也偷偷的 跟着他哥哥一起过来 所以他就目睹 他这两个大人 在抢钱的画面 可是事实上呢 以比利的视角去看呢 比利其实早就已经 偷偷就是在这两个人 没有发现保险箱的密码的时候 就已经解开他的密码 15万美金呢 其实就是在比利的身上 所以他本来想要阻止他哥哥跟 公爵夫人打起来的那个moment呢 就是公爵夫人就已经被他哥哥打倒在地上 最后艾克特呢 也没有去报警 他就一样是很自私的 就是把公爵夫人留在一艘船上 丢下公爵夫人应得的美金呢 把剩下的钱就全部卷走 然后跟他弟弟逃跑了 反而是在倒数第一天 就是他们拿到钱之后 那个moment 他跟他弟弟才开始了 这个林肯公路的旅程哦 至于公爵夫人发生了什么事呢 大家就可以自己猜猜看 就是在书的最后呢 并没有明讲这个事情哦 可是很明显的 以我自己判断 就是公爵夫人后来也是死了 这本书呢 其实是还蛮出乎人意料的 中间的叙述过程呢 他是用不同的主角的视角 去讲这整个故事 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哦 有时候跳到艾克特的视角 有时候跳到比利的视角 有时候跳到毛毛的视角 有时候又跳到公爵夫人的视角 每一个章节都会写了 就是这四个少年的名字 如果写了他的名字 那那个章节就是以他的视角 再去叙述这个故事 Almore Torres呢 他其实写作的方式还挺有趣的 你会看到每一个人对于一件事情的不同观点 解读这整个故事小说的内容 你会有更新鲜的观点去了解 哦原来今天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哦原来以他的视角去看这个事件应该会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事件的对于错就没有绝对的答案 那你说我觉得这本书值不值得阅读呢 我觉得蛮值得 但是你可能会需要花时间去看 然后他里面讲了很多隐恶养善 还有就是劝人为善的一个方向 里面其实还有个女生 那个女生呢 就是她是负责在艾特特服裕的期间 帮她照顾比利的一个女孩子 那个女孩子呢 她其实本身她也很想突破传统的枷锁 所以她后来也跟艾特特一起旅行了 但其实中间她是没有参与旅行的 她是一直就是在叙述她跟她爸爸之间的关系 她中间讲到有关圣经的一段故事 会让我觉得非常贴切 她其实是一个想要挣脱男性控制的一个传统女性 因为她爸爸的关系 所以她得乖乖的在家做个乖女人 然后每天替她爸爸煮好饭 不要太过问她爸爸的日子 我印象很深刻沙利说了一个故事 我看了真的是玩耳一笑 她说某一个礼拜呢 他们那一区的一个牧师叫派克 她说了一段福音书里面的故事在传教 故事里面是说 耶稣和他的门徒到了一个小村庄 有一个妇人就邀他们到他家 让他们舒服的坐下来之后 这个妇人叫做马大 马大呢就到厨房里面去给他们弄吃的 她忙着做饭和照顾众人的需求 蒸满空杯添饭菜 而她的妹妹玛利亚呢 就一直坐在耶稣的脚边 最后马大受不了就说出心里的感受 她说 主啊 你没有看见我那个懒惰的妹妹 把所有工作都丢给我一个人吗 你为什么不叫她来帮我忙呢 然后耶稣就说 玛大 你烦恼的事太多了 但其实只有一件事是必要的 玛利亚已经做出更好的选择了 所以这段意思就是耶稣在告诉玛大说 你只要坐在我旁边 倾听我的福音 你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沙利呢 她就说 从男人观点来看呢 最必要的事情就是你坐在她的脚边 倾听她必须说的 无论她要花多少时间去说 也不用管她以前讲过多少遍 就她认为你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坐在那边听她讲 因为饭菜会自动做好 食物会从天而降 手指一坦水就变成酒 任何一个至早麻烦烤苹果派的女人都可以告诉你 这就是男人眼中的世界 然后她又开始讲说 你知道要烤一个苹果派 你要揉面团啊 你要切奶油 加进面粉里啊 打颗蛋啊 还有几匙冰水啊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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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最后到晚餐结束 你小心翼翼的 把这么努力搞好的苹果派 放在盘子里面 让话讲到一半的男人 插起板块放进嘴巴 绝也不绝就吞响 这样她才能继续讲话哦 才不会中断她 我说真的 我看到这一段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那些在读圣经的人 有没有发现 其实耶稣基督是个大男人主义 我不是要讽刺宗教或怎样 但是沙利讲的他骂得太重 可能就耶稣的角度是认为 你只要听我说话 你就是一个好女人 但其实你仔细听沙利讲的内容 真的是满满的讽刺感 我那时候看到这个 我真的是忍不住微笑 我只能说沙利是 这整个故事里面 最清醒的一个女生 她很知道自己跟马大一样 其实马大做事情 一点错都没有 是这些男人 根本搞不清楚 他们食物是哪里来 他们食物是怎么做的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以为就是 弹指一下 食物就会出现 听我讲话 我就不会饿死了 所以这是一个插曲啦 我觉得很好笑 就是她里面讲的一些 就是以每一个人视角呢 去看每个人的想法跟故事 其实你会觉得非常的有趣 她虽然整体来讲 你要讲说她有多好吞咽 她这本不是一个 很好吞咽的书 我其实本来是可以花三天看完 因为我一天大概可以看一两百页 那这本书总共一页数大概五百一十二页 所以其实要我花一个半天看完三分之一是可以的 所以大概花三天就可以把这本书看完 但我在看的过程当中 我真的有一度觉得有点无聊 我必须要讲一面的知识量非常丰富 然后她故事内容的一些偶尔的穿插 比如说那个贝德的牧师啊 还有阿巴卡斯教授啊 还有尤里希斯的故事都会让你觉得 哦这个故事有一些脱涛汹涌的地方 这两兄弟遇到事情也就真的都很倒霉 就是刚好遇到那两个很脱续的御友 我觉得这本书基本来讲你是值得去购买来看 只是你可能会需要花时间去咀嚼它里面 每一个故事背后的遗憾 然后它也不是那种 你要期待它有什么精彩 很让你觉得惊艳的内容没有 但是它看完会让你觉得想要再看一次 因为结局是真的 我觉得下得很好 就是在叙述 你心中若有两头狼 一头是善狼 一头是恶狼 你想要喂养哪一头呢 如果你喂养的是善狼 你的结局可能就会跟爱特特一样 如果你喂养的是恶狼呢 也许你的结局就会跟公爵夫人一样了哦 好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音频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音频的话 请在频道上方按关注订阅 以及赞助我一杯热可可 下本书呢我要讲我最近在看的 一本很棒的科幻小说 得了余果奖哦 那这本书叫做一月的一万道门 它也是一本小说 然后我目前已经看了三分之一了 但是因为我这个月身体为样 我有一些就是长新冠的症状啊 像是什么心脏啊肺部等等的啊 又忽然高血压啊什么的就很麻烦 就是生下这一年的去年水逆还没有结束 继续延续到今年 希望我就在今年某个时段能够把这个东西终结 我就可以好好的一个月出两本书 但是现在似乎就是只能一个月出一本书哦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体谅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月呢 听不到我的声音很孤单的话 请往前看我其他本书哦 或是听我其他音频好吗 那就再见了拜拜 喜欢今天的收听吗 欢迎你在辛茜亚热可可频道上方 按订阅关注或是赞助我一杯热可可 如果有新的节目就会及时通知你哦 让我们下集见拜拜